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今年飞克所在的T1最终是倒在了四强 而站在他对面的Koma 却第五次闯入了决赛 作为昔日SKT的冠军教练 他是一手缔造了SKT的王朝 他是毫无疑问这个星球上最出色的教练 但Koma真的是完美无缺的吗 他伴随着SKT的崛起 但SKT的衰落和他同样有很大的关系 他和SKT之间的七年臣服 远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Koma中文名叫金正军 出生于1985年 他从小喜欢游戏 在自己毕业之后 就成为了一个游戏节目的主持人 其实他很想去打职业 但是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直到2010年 当得知韩国星际战队SKT在招募选手的时候 已经25岁的Koma 才终于走上了职业赛场 他在这一年的索尼爱立星GPL公开赛上 首次Elite Boy的身份出道 但在抢手如临的韩国星际 Koma实在是找不到施展才华的空间 加上他年龄偏大 即使自己非常努力 然而成绩一直都不理想 他在星际最好的成绩 也只是32强 这让Koma非常的失望 在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他 有想要交手的对手吗 Koma的回答是 一个都没有 不过能和我对阵的选手真是幸运 因为他们可以轻松的紧急 而被问及未来的打算的时候 Koma是给自己的星际生涯 规划在了2011年年底 如果到时候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 他说自己可能会回老家和奶奶一起种地 不过在2011年 随着英雄联盟在韩国的网吧大火 Statio决定追加一个英雄联盟分部 在星际上毫无作为的Koma 最终没有回家种地 而是爪心成为了一个打野 在韩国早年举行的一份全明星赛上 他第一次以英雄联盟的选手身份出战 同队的还有中南越伦 辅助Mafa 以及老队长Skot 不过在英雄联盟生涯中间 他的经历同样不顺 一份全明星 他们是不敌EDG 之后参加2012年春节赛 也是止步于16强 Koma在打了半年之后 便离开了队伍 失业之后的Koma 再次回归老板行 在这一年年底还解说了龙真虎度杯的比赛 当时Koma一度想要直接转型解说 但此时SKT特种部队2分部解散 该分部的教练崔炳勋 被任命为英雄联盟分部教练 他当时找到了Koma 邀请他作为自己的搭档 Koma对于自己是否要继续选手生涯 还没有下定决心 但他好友劝他 如果有从事教练的邀请的话 应该立即答应 因为当时的教练 都没有多少做职业选手的经验 而之后第一代英雄联盟选手退役之后 将会有大量的人转型教练 到时候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于是Koma接受了转型的建议 来到了SKT 他传奇的教练生涯 也由此开始 2013年2月 Koma被全权任命 组建SKT的二队 Koma的舰队思路是 五个人装要先确定一个核心 然后以核心选手来打造阵容 他第一个想要找的人 就是年轻的菲克 在之前的赛季末 菲克以古典派的ID 一度占据着韩服第一的位置 由此为大家所熟知 SKT在招人的时候 都是需要进行长达两个月的测试的 但Koma认为 菲克的实力没有这个必要 而是抢先和他签下了合同 菲克也成为了二队中间 唯一的一个没有参与测试的选手 当他签下合同的时候 其他人全都没定 在其他位置的选择上 Koma是为菲克搭配了几个高分玩家 大爷有Benkey担任 他是打经过韩服前十的选手 并且和菲克两人的关系很好 下落则是小猪Piglet Piglet是在经过和其他 二十多个选手的竞争之后 才最终被敲定的 但这些人都算是信任 为了保持阵容的稳定 在上落 Koma则是选择了 有一年职业经验的Impact 作为上单 二队就此顺利组建 SKT二队在自己的第一个赛季 就冲到了联赛第三的位置 菲克在春节赛的表现 完全证明了自己 能够胜任队伍核心的角色 而Bengi、Piglet两人都是高分选手 之前在rank中就非可经常遭遇 所以在配合上非常的默契 Piglet在加入SKT之前 有多达三个王者账号 个人能力也是极其出色 上来需要长时间的单人队线 除了实力之外 经验也非常重要 Impact是完美的担起了这个角色 到了下集赛 SKT的状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决赛上 以0-2落后的情况下 强势逆转了KTP 这也是Koma直较生涯中间 自己影响最深的一场比赛 作为选手的他是没有拿到冠军的机会 但现在在观众的注视之下 他执教的队伍成功加冕 在与KTP的比赛过后 他们成功获得了参加A3世界总决赛的资格 在A3的时候 各个赛区的队伍之间 教练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些差距的 韩国的队伍 他们都是从星际争霸经历过来的 教练对于战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不仅要处理选手的心态生活 他们也分析游戏和版本 确定选手的优势和缺陷 并为他们制定改进和提升的方向 但除了韩国战队之外 其他赛区的队伍 很多时候都只有一个分析师的角色 比赛很多方面 都是靠选手自己去发挥 SKT这种队伍 有着更加强大的教练团队保障 让他们在激战术上 明显高出其他队伍一筹 世界赛 SKT最终也是在决赛上 横扫了皇族 以3比0的成绩 轻松夺冠 而接下来的冬季赛 SKT继续不败夺冠 一局统治了LCK 连续的夺冠 教练Kuma也因此 当选了2013年韩国LL 年度最佳总教练 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完成了人生的逆转 但对于选手们来说 这种太过顺利的一下比赛 并非什么好事 2014年欧坚春季赛 SKT迎战KTA 这场小组对决中 SKT是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败 而且没有人能够想到 他们会输得如此彻底 上下两条路彻底崩盘 Bengi更是全场低迷 找不到任何的节奏 Faker除了在中路被不断干扣之外 也难有什么作为 输给KTA 对于SKT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赛后 关于SKT太过清理的新闻 被不断爆出 辅助傅曼诺 甚至被爆料 当天比赛的早上 还在进行直播 在拿下世界冠军 不败多冠之后 SKT出现了疲倦 有的选手逐渐放松 也就导致了竞技状态的下滑 三星两支战队 反而在之前的受挫之下 迅速崛起 春季赛和夏季赛 SKT均是被三星白 淘汰出局 电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 而又残酷的游戏 这一年SKT站得太高 所以也跌得最惨 连世界赛都没有进 队伍的失利 是给了扣马 沉重的一击 这一年也成为了他执教生涯的转折点 他从之前的鸡汤教练 开始逐渐变成了后来的魔鬼教练 SKT的选手 很快就迎来了噩梦般的一年 2014年结束 队内选手状态很差 加上两支队伍需要进行重组 要如何来处理队伍的大量选手 成为了扣马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中的艾奔吉 在训练赛中表现很差 他自己打了一整年 也没有找到什么感觉 心里已经有些想要退役了 科马和他谈了几次 提出了一个更加实际的建议 让他哪怕是再多打一个赛季试试 他直接去军队 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想回去上学也来不及了 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 奔吉权衡之后 决定听从科马的建议 是留了下来 在上单位上 科马让Inpak去和马远竞争首发 但Inpak在赛季前表现依然不佳 于是科马果断让他去替补 只是Inpak不愿意继续留下去 科马也就没有过度的挽留 从而扶振了上单马远 下落的位置上 科马是认为 匹克雷特和富满多两人 状态以及年龄都是一个问题 和Ben以及Wolf相比 没有任何的优势 也放他们两人去海外逃进 但他最大胆 也是最有争议的决定 来源于他对于Faker的处理 新赛界曾经的队内核心Faker 居然成为了队伍的替补选择 以后担任首发的中单 作为很多韩国玩家的初代偶像 Faker不是首发这一点 是让科马遭遇了巨大的压力 科马也坦言 让这样一位顶级的选手 去做替补是很艰难的选择 但春季上 他却强硬的执行着 自己的轮换策略 并用沉浸 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Faker和伊登霍的毛雨顿组合 是极大的扩展了SKT的战术风格 而且两位选手 个人能力都很出众 能够给予队伍同样大的贡献 在赛场之下 科马是加大了整个队伍的训练量 Wolf后来回忆 快要哭了 由于来了新选手 在如何获胜上 没有太多的经验 科马的批评与斥责 成为了家常便饭 队内所有的选手压力都非常大 那么选手的压力 要如何去释放呢 科马这样回答 处理压力是职业选手的一部分 胜利是缓解这种压力 唯一的途径 所以我教他们如何去赢 2015年春季赛 全新组建的SKT 虽然没有拿到常规赛的第一 但决赛上 他们是横扫了Tiger 夺回了昔日的冠军 而决赛上 科马依然是让Faker 在场下开完了整个BO5 这可能不是一个 利于Faker的决定 然而作为较量的科马 必须从团队的角度出发 版本强势的沙皇和冰女 都是伊森浩的拿手好戏 所以他更愿意 看到伊森浩作为首发 2015年MN赛 SKT是卷途重来 小组赛全身的战绩 也让他们对于冠军 充满了期待 决赛 他们将要面对一地季 这场对决很大的看点 本是胖和Faker的再一次交锋 但前三局比赛 科马均是选择了 让伊森浩出场 直达队伍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他才让Faker出场 最终双方也是敖战到了第五局 当比赛来到最后时刻的时候 伊利吉在BP上并没有搬腰剂 要知道Faker之前的腰剂 还从未输过比赛 科马认为这是伊利吉 给他们设的一个圈套 但最终 为什么SKT还是拿下了腰剂呢 因为科马觉得 SKT是可以拿出更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输了 选手就会后悔 没有选腰剂 他决定 让SKT不留遗憾的 去打这一局比赛 而Faker拿下腰剂之后 伊利吉祭出了 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莫甘娜 一瞬间 让Faker的腰剂 丧失了自己的作用 SKT在比赛中 也是出现了多次失误 最终 传奇的腰剂 倒在了最后一局上 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 有了科马的那句名言 当你输的时候 说什么 都像是借口 这场实力 是让SKT更加成熟 在随后的夏季赛上 他们彻底统治了联赛 常规赛仅输了一场 并最终横扫KT 拿下了双冠王 而即将开始的S5 SKT不仅需要夺冠 科马还需要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路 要如何抉择 S5世界赛 SKT是小组全胜晋级 而他们在八强上 是遭遇了HQ 虽然Faker在中路遭遇了西门的顽强阻击 但是更强的整体实力 还是让他们轻松的 以3比0晋级 而当Faker拿出这样的发挥的时候 半决赛对阵OG Ethan Hong也是憋着一口气 他的表现同样出色 一场沙皇 一场发条 全部获胜 但在第三场开始之前 Ethan Hong以为自己也会像Faker那样打完 不过在全场观众 此起彼伏到Faker的呼唤声中 科马在那个时候也明白了 他没法一直拥有这样两位顶级的选手 这对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公平 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而他的选择依然是Faker 随后Faker登场 并一直打完了整个世界赛 也是在这一场比赛之后 Ethan Hong离开了SKT 在重组的第一年 科马做出了最正确的人员选择 再次拿下了世界冠军 而在这一年结束的IEM10总决赛上 科马再次因为自己的佣人引发争议 首发的打野Bengie 被他换下 而力排众议 让毫无名气的Blank上场 科马的理由是 Blank对于版本的理解 是目前Bengie不能马上获得的 Bengie是位强大的打野选手 但他同样存在弊端 而小黑之前刚刚从LPL回来 他很缺乏经验 所以IEM10的比赛 必须让给他 而这一次 科马又赌对了 在新赛季 随着野河的崛起 而Blank非常擅长 使用千决以及南墙 春季赛他的千决 拥有90%的胜率 而Bengie并不擅长这些英雄 于是在打野位上 就出现了2015年的中弹一样 SKT也是保留了两位 不同风格的选手 Blank获得了更多的出场 而Bengie更多的 作为一个骑兵的角色 这一年MSI SKT成功夺冠 由此完成了大满贯的成就 而到了2016年的世界赛 科马对于世界赛的形势的预判 倒是有一些意思 当时八强已经确定了SKT Rox Tiger Eligi会同为上半区 但科马却觉得 Eligi并不好的 四强如果他们能够遭遇韩国战队 那么SKT将会夺冠 最终Eligi是被Rox Tiger淘汰 四强SKT如愿等到了自己的对手 而之前他们多次在决赛上 击败过Tiger 因此并不惧怕这个对手 直到第二局女枪的出现 科马才感觉到了危机 但他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的选手 在后台询完Wolf女枪的辅助 到底能不能应对的时候 Wolf肯定的回答 比赛胜负和女枪没有关系 因此科马没有在第三局 对女枪进行针对 然而比赛的结果 却狠狠的打了他们的脸 这让科马异常的气愤 到了后台 他希望Wolf在之后能够好好调整 并当即宣布 下一轮他将要搬女枪 杰斯以及暴女 这三个英雄 第四场SKT在蓝色房 他们为什么要搬暴女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 科马决定让Bengi上场 而Bengi不会这个英雄 他也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女 然而走上赛场 在第三班的最后时刻 科马却突然变光 他选择相信Bengi 并把希望交到了他的手中 SKT最后搬了龙王 而依选了暴女 2016年世界赛四强战 第四局 这是Bengi 整个职业生涯 唯一的一次暴女出场 但就是这一场暴女 他回报了队伍的新人 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帮助SKT将比分搬平 回到红色房之后 SKT解决掉暴女 和女枪之后 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他们再次成功突围 2016年 依然是属于SKT 他们以3比2 击败三星 再次拿下了冠军 由此达成了三关王的尾业 在这一段时间 科马通过自己的铁腕之军 以及人员的轮换更迭 帮助SKT建立了新的王朝 那么在这个时期 大家觉得SKT的BP如何呢 在韩国本土 以及其他赛区之间 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在本土很多SKT粉丝看来 科马的BP都算不上有多好 甚至韩国的解说经常会也 这是很自信的选择 虽然不是很好的选择 但SKT拿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话 来评价SKT的BP 科马的BP风格 一直都是 做好自己 他的特点 是擅长发掘选手的优点和潜力 从而给他们选择 适合他们的英雄 就如同2015年MSI最后时刻 他会让Faker拿妖技一样 当然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在他高强度的训练之下 SKT之两年 选手的个人实力 明显是高出其他队伍一筹的 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英雄 稳定去打 SKT就是难赢 但是随着其他战队 整体实力的上升 这种优势会变得越来越小 另外一方面 SKT已经深深的 被打上了科马的烙印 更加稳健的运营风格 成为了SKT身上 最明显的一个标签 科马非常厌恶选手 做出有风险的抉择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打野的小花生 2017年 当小花生和呼尼到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十世纪的加强 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在春季赛上 SKT依然是统治了联赛 并在随后的MSI上 再次夺冠 而这一次 MSI的MVP是谁呢 正是打野的小花生 作为之前Rox Tag的打野 他林立的风格 才是给人影响最深的地方 但在科马的手下 他慢慢的改变了 2017年 SKT迎战BBQ 当比赛来到40分钟 BBQ在SKT没有失业的情况下 快要偷掉大龙的时候 小花生漂亮的闪现进龙坑 抢下了大龙 并最终帮助SKT逆转 在我们任何人看来 这绝对都是一个漂亮的操作 然而首场结束之后 科马却上来 骂了小花生一顿 科马告诉他 他应该放掉那条大龙 而帮助队伍进行防守 小花生对此 也是非常茫然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随后的夏季赛上 小花生开始了更多的刷野 而初级的频次也大大下降 变成了所谓的小刷身 而这些都是受到了科马的影响 而科马对于SKT时风格的执着 也导致了之后SKT转型的阵痛 并且他很快就付出了代价 2017年夏季赛决赛 在第四局 科马拿出了一个极其难堪的BP 第三手选了一个大树来摇摆 然而在第二轮 他再次求稳 先给菲克拿了飞机 将版本强势的杰斯 既不搬也不选 送给了看 最后却选择了用大虫子来打上单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自己的上野被玩爆 SKT从一开始就处于落后 龙珠是根本没有给到他们 任何打后期的机会 SKT最终落败 拿到了亚军 之后S7的世界赛 SKT的每一步也走得极其惊险 八强差点被Misfits淘汰 四强又是和安基大战了5G 而决赛上 SKT为做自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科马的BP策略被评价为傲慢自打 无视对手 加上对于小花生的改造 让SKT是毫无节奏可言 而Ban为什么在S7状态下滑如此严重 SKT对于选手的管理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种种问题 扑天盖地的袭来 科马是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SKT也相应的做出了改变 他们随后找回了曾经的辅助富满多 以及打野本给 想要帮助整个团队得到提升 但这依然都没有改变SKT的情况 而科马的另外一个转折 是他身份的转换 2018年 SKT结束了极其糟糕的一个赛季 再次无缘了世界赛 科马是终于有了一个很长的假期 而在假期结束之后 他是被提升到了管理层 成为了队伍的监督 韩国的队伍中间 监督主要负责战队的大方向问题 而不再负责具体的战术和BP 至于这是什么样的考量 可能只有SKT自己清楚 不过也是因为这次晋升 让科马能够去打造自己想要的阵容 2019年 看克里的 Teddy Mata等一系列大派选手加盟 但世界赛半决赛 他们又输给了G2 科马在赛后是这样说的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们的选手技术应该更好 输了 我觉得很可惜 然而这场比赛 也成为了他在SKT的最后时刻 2020年 科马短暂的加盟过LPL的VG 其实在VG 科马是有一些报复 想要证明自己的 但是在VG中间 他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整个阵容也一直不是他想要的 因此 在大了一年之后 他便选择了离开 在今年 他再次以监督的身份 加盟了新的DK 对于SKT 对于科马 他们相互成就 但就如同所有 陈也萧何 百也萧何的老头故事一样 他们也成为了相互的智骨 如今 科马将要重新启航 而对于SKT来说 他们的复兴 可能也才刚刚开始 好的 我是弄弄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关注三连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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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